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身绿色的竖条纹旗袍 脑后的低发剂优雅大气 看两人这跳舞的架势 肯定是拍戏之前就练了很久 穿着灰色羊绒大衣 拿着手拿包 看似是在用镜子整理妆容 实际是在观察身后情况的影宝 活脱脱就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女间谍形象 新戏中赵丽颖再一次贡献了逆天的演技 发型凌乱地大吼着自己 不怕牺牲不怕流血 让人十分动容 还泪光闪闪地让郭富城不要再离开她 更让人心疼的是 她扎着麻花片大哭奔跑的场面 想必在剧情里是被虐得很惨了 看得粉丝们只喊心疼 曾经在《姗姗来了》中 赵丽颖和张翰组成的鱼塘夫妇 可是撒过不少狗粮啊 张翰饰演的霸道总裁 和银宝演的傻白甜少女 示范了各种捏脸纱 摸头纱 后背纱 张翰还给银宝承包了整片鱼塘 腾讯时尚公众号 就记录了鱼塘夫妇的各种甜蜜瞬间 但是在密战中 张翰却和银宝分道扬镳了 从海报中就可以看出 一身帅气西服的张翰 站在银宝的对立面 用枪指着他们 而拆散鱼塘夫妇的 就是坐在一旁发电报的郭富城 不知道看了银宝和郭富城 复古的民国结婚照之后 当年的堂主少爷会做何感想呢 不管怎么说 还是很期待银宝和张翰的再一次合作 虽然义堂丰富不得合体 但是看他们消来消杀也是不错的嘛